我没学过素描,但是从这几年自学画画中,我越发的感觉到,低膜这个概念是多么的重要,而且我也理解了为什么美术生要画石膏,也想明白了为什么好好的人头模型非要这样切几道,一个高膜的球把它低膜后,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,本来它有好多的转面,现在就只剩三个面,当一束光夸夸夸照过来,跟光垂直的面就会最亮,跟光小于90度的面就没那么亮,这个面更暗,到这边就完全暗。 这不就是三大面了吗?来看人头,这个脑门一二三四五,是不是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?所以这个跟光垂直的就是亮面,这边有角度的就是灰面,这边眉角度的就是暗面,再换个角度,光来自右边,这些面都是正好垂直于光的,这些面都是与光有角度的,这些面是跟光眉角度的,我任意改变光源,你来分析,有没有感觉到脸上的光影似乎变得容易了呢?